与访兵热情横暄 总统蔡英文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 魏美贵访兵一行人 蔡总统至此时 欢迎魏美贵半年内二度来访 也期盼密西根州驻台湾办公室成立之后 深化双边的经贸合作 台湾和密西根州在去年签署了 双边经贸合作备忘录 针对半导体、电动车 以及人工智慧等领域 加强产学合作 深化双边的关系 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 更宣布密西根州将在台湾设立贸易办事处 相信将进一步的强化双边的经贸关系 总统还感谢魏美贵和密西根州政府 积极拓展跟台湾各领域的合作 魏美贵则恭喜台湾选举顺利落幕 印证台湾民主强健 并表示他个人跟密西根州政府 都致力于促进台美关系 魏美贵表示相信在密西根州 驻台湾办公室成立之后 能进一步强化双边经济与文化的连结 深化双边良好的关系 也对未来发展感到非常期待 新唐人雅雷电视 陈威摩尖英侯黄耀玲台湾台湾报导